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因為能源的問題 大家其實真的要好好的想辦法 所以歐盟的執委會應急計畫草案擬定出來 說公共建築 辦公樓 商業建築 從秋天開始 暖氣最高只能開到19度 而德意志銀行甚至還表示說 俄羅斯天然氣恐怕要斷工 那德國人怎麼辦呢 德國人今年冬天就燒柴取暖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降低 對於天然氣的需求 你看這一篇報導 就說要燒柴了 這個因為俄國的關係 所以怎麼辦呢 說實在的啦 Texas的家庭也是燒木頭家具來取暖 所以大家就要回到原始人的生活了 是這樣嗎 韓濱 這個說真的啦 我覺得某一部分的家庭可能可以做到 你現在 假設是都市裡頭的家庭 請問一下怎麼燒財 比較難 對 你要家裡有壁爐才行吧 你家沒有壁爐的話你怎麼燒財 我們一般如果你是住公寓那種房子 那你冬天又冷 然後在裡頭燒財也是在燒炭自殺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很低啦 你要完全依賴這個很困難 你波蘭當然它自己因為森林很多 這樣他們可能相對的人口沒有那麼密集 一些鄉下地方可能可以 波蘭三分之一的國土是森林啊 那你大都市的地方 你不可能做到這件事情嘛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應急的辦法 你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你要俄羅斯的天然氣還是要重新供應 所以現在你看為什麼他們歐盟要決議 要讓家裡寧格能夠重新運輸物資 其實就是妥協了嘛 我覺得很明確的就是妥協了 那現在就是慢慢慢慢 他們一步一步會降低對俄羅斯的制裁 這是無可避免 不然的話你準備冬天怎麼過 19度耶 台灣現在開冷氣很多人也不過才開到24度而已 那個19度 基本上你在家還是要穿夾克啊 不然的話還不是一樣很冷 所以我覺得這個完全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 我也不認為歐洲能夠這樣撐下去 更不要講歐洲這些國家不是都很重視碳排放量嗎 你現在這樣搞下去你的碳排放量不是大增 這個現在都只能先不管了 先擱在一邊了 所以這些都不是個辦法嘛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歐洲這些國家撐不了那麼久 到最後他們一定會跟俄羅斯妥協 對啊 剛剛其實講到波蘭你看喔 波蘭早就在砍柴了 因為呢三分之一的國土是森林 所以不好好善家利用嗎 森林部都在統計說到6月底說 已經賣掉37萬7千立方公尺的木材 這跟前一年比已經多了三成 到明年冬天全國人有充足的木材可以用 那是因為它有這樣子一個天然的優勢 可是如果其他的歐洲國家沒有的話 你叫他們怎麼辦呢 那再回來 那我們來談一談巴西想幹嘛 好 巴西要大選 那BBC有報導說美國政府現在很擔心 巴西會不會發生類似像當年川普的事件 這個選後呢支持者暴力的闖入國會大廈 鬧動亂 那威脅到民主 巴西總統波索納洛有向支持者說 我不必告訴你我在想什麼 但你知道有什麼厲害關係 你知道應該如何準備 好 我們要了解一下這個 介大使 波索納洛是不是其實就是要向川普看齊呢 那他現在這樣講到底是為什麼 就是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為選舉佈局 對動用民粹 因為他是巴西的川普 那如果他萬一選的情況跟川普一樣的話 川普的例子放前面 那在美國不成功巴西可能會成功 因為巴西的這個第一個 他的這個法治的這種 這種確立還是沒有美國這個樣子 那麼他的這個軍公教 這些中立的情況也不會這樣 因為美國當時這個川普最主要的 他最主要的問題 他的革命沒有成功 就是美國的這個建制內體制內的人 都沒有沒有跟著他走 軍方不跟著他走 情治不跟著他走 公務人員不跟著他走 他就沒辦法 那只有靠他這些極右的勢力 他沒有辦法像這個 那個法國大革命 那個時候這個 整個就 揭竿而起 就全國就 就豐然僅從 那美國是他有他這個 獨立的這些 這些包括軍人就不跟著他走 所以他就沒辦法 那他那時候要 要煽動這個軍人支持他 你看Milli 在他這個下任之前 Milli直接打電話 打到中國大陸 跟中國大陸講說 你放心我們不會打仗 軍人不會跟著政治走 這一點就好 可是在巴西的這種就很難講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 真的要走這個偏峰 以他的煽動能力 跟他所掌握的資源 即使是選敗了 我想他可以搞出一點 一點一點一點局面出來 現在現在事實上 他的他的選舉 事實上並不是很樂觀的 就是他能夠獲勝的 不是很樂觀 前任的總統現在勝算比較高 這個支持率比較高一點 不過呢 現在就留下伏筆 可是巴西還有一件事情是 他要跟俄國買便宜油啊 結果呢被關切 這個委員巴西外長 就已經這樣講了嘛 要盡量的去多買 便宜的誰想要呢 可是那遭遇到西方的國家反彈 那是不是有壓力呢 他就說 我們是金磚五國的夥伴 我們很依賴來自於俄羅斯 白俄羅斯的肥料啊 俄羅斯石油天然氣供應大國嘛 但是你不想想看說 金磚國家裡面 那印度可以去跟俄羅斯買 不是嗎 那為什麼不去關切一下印度呢 巴西現在做就不行嗎 因為美國在印度 並沒有什麼太深的力量 所謂太深的力量就是說 美國對於印度的各種 形形色色的派系 力量 政治人物 跟沒有砸那麼深 收買沒有那麼廣泛 所以基本上 你要去操縱印度的政治 美國是有一個 能力上的困難 但是巴西就不一樣 捷大使應該很清楚 美國介入巴西的政治 從門羅時代到現在 從來沒有斷過 但是我也會替總統 波先生擔心一點 巴西是有軍事獨裁的傳統 你今天說好 你叫我軍隊靠著我 我是右派 我就跟你這些左派 總統當選人來對幹 碰巧這個左派 也是前總統 好 你一幹的話 這些將領突然協了說 我的機會來了 為什麼 你本來就有問題嘛 搞不好就一下宣佈戒嚴 軍人就上台當總統了 這個在巴西在好像 南美洲國家好像是 非常多 加長變化嘛對不對 只是這一段時間比較成平 軍人就比較沒有活動的空間 你這個簡直是製造機會給他嘛 因為你自己也不是軍人嘛 我軍人為什麼替你賣命 你成功了你當總統 你失敗了我被砍頭 那這種生意啊對不對 軍人一定想說 那好我槍桿是在手上 我自己就把你軟禁起來 宣佈你非法當選 然後怎麼樣 那左派也沒辦法 左派就要鼓鼓掌啊 對對對 你幫我們報了一件之醜 對不起軍人自己來當總統 那你又怎麼樣 而且軍人很習慣 因為中南美洲他們習慣 就組織在江塔 叫軍事執政團 每一個軍人上台 他搞一個委員會 然後軍人佔一半以上 那其他的這個民間人士 佔另外一半 好我們在妥協 那誰當主席 就是軍人當主席啊 那好過渡一段時間 我們重新選總統 或修改憲法 就開始來了 他搞不好軍方 就大撈一票就走了 那你這個不倒霉鬼嗎 所以想當川普 我也不認為你有那麼多 這個波先生 有那麼多的行情 我也不認為 好不過韓冰 我們看 剛剛講到金磚五國 金磚五國 現在金磚五國 可能不止五國啊 很多國家有興趣想要加入 那包括印尼 土耳其 沙烏地 阿拉伯 埃及 阿根廷等 那阿根廷應該沒問題吧 沙烏地 阿拉伯 怎麼這個時候俄國媒體 特別還報導了這件事情 說沙烏地 阿拉伯也有興趣 拜登不是才要去沙烏地 阿拉伯嗎 那這時候釋出這個消息是怎樣 是要講給拜登聽的嗎 其實這就是拜登要去的理由啊 我覺得拜登自己大概心頭也很清楚 他想要叫沙烏地 阿拉伯增產的可能性 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大 但至少他要先穩住沙烏地 阿拉伯 不要讓他直接跟對方 直接聯繫在一起 他要一個一個去劣解他 所以接下來拜登有的忙了 包括賀錦麗恐怕都很忙 他們要一直不斷地去 嵌服這些國家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拜登一直沒有想到一個 最根本的東西 為什麼今天世界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這些國家開始 去向俄羅斯跟中國大陸靠攏 理由就是你 去交別的朋友去 對 因為你美國本身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變弱了嘛 你從阿富汗的撤退 讓大家看清美國的本質 你的全世界影響力在下降嘛 所以你現在真正重點是 你怎麼樣讓美國的經濟 重新回到正軌 怎麼樣讓美國的影響力重新發揮 你單獨只是不斷地飛來飛去 然後去講一些言不及義的東西 講一些你根本做不到的東西 然後就希望人家來投靠你 我覺得這根本想太多 這些人 這些國家的人都很聰明的 大家都看得清楚 現在整個世界的局勢演變在哪裡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不只是他這次去中東收效甚為 恐怕連他去以色列 我覺得那個反應都不好 為什麼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他去以色列他在講什麼 人家問他要不要用武力解決 其實他真正的意思是說 因為川普離開了那個會議 核武的會議 所以才造成今天的結果 所以他的意思很擺明的是 他想重新開啟跟伊朗 會議的和談的管道嘛 就是談判的管道嘛 所以我覺得他不可能用武力 繼續做這件事情 表示美國其實基本上已經承認 自己在全世界的武力的載制能量 是在下降當中的 你想想看 假設現在他如果 真的去跟伊朗開戰 假設真的開戰 會發生什麼事 那他烏克蘭 烏克蘭是要被他放棄掉了嗎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環保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哦